不只出動直升機 一排重莊警察 深入叢林 大規模搜捕場面壯觀 民宅後院也不放過 因為賓州一名成功越獄的連環殺手 持續再逃已經十三天 三十四歲來自巴西的這名囚犯 因為殘忍殺害前女友 被判處終身監禁 而且不得假釋 沒想到他卻以一招螃蟹撐牆 成功脫逃 不僅如此 監視器畫面還拍到 證明囚犯當晚曾經前往友人家 但長相完全不一樣 話雖這麼說 動員五百警力 卻過了將近兩週 也沒逮到人 這名囚犯甚至闖入民宅 偷了一把口徑二十二毫米的步槍 繼續上路 我認為我會跟弟弟們在一起 尤其是如果他們不遇到他 他們現在要把國安保護 足夠了 賓州警方呼籲居民 大門務必鎖好 沒事不要外出 甚至有學區因此停課 連環殺人犯持續亡命天涯 猶如美劇 月遇風雲 真實上演 民眾人人自圍 財政原生自圍 三立市場馬上沒有 照片 二兵 夜 gal 四個 六婴